哈喽,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五个对的人提问,判断 现在这个对象他是对的人吗? 每回谈恋爱总是谈着谈着,诶,就淡掉了 深爱的人呢,总是爱着爱着,就不爱了吗? 其实在相爱的过程中呢,有一些蛛丝马鸡 可以去判断眼前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那个对的人 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说五个对的人提问 那在进入主题之前,隆重的跟大家介绍 我要开始介绍肉桂卷了 那今天要介绍的肉桂卷呢,是我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我就是从第一名开始做介绍 这间叫做Twin Brothers Cafe 应该是有在吃肉桂卷的人 绝对都听过这间店 他算是每一次只要介绍的那种肉桂卷排行榜啊 肉桂卷的热门的文章啊 一定不会错过这一间 这间叫做Twin Brothers Cafe 双胞胎咖啡呢 他其实古早之前,他是开在东区 前几年呢,因故就搬到了金站的旁边 就是那个金站转运站旁边 就是位于华音街上面 其实你要找他方便,你就是走到金站 就在旁边,真的就是正旁边 他们家的肉桂卷,我只能够给他拍手 连拍五下 真的是我此生到目前为止 吃过最好吃的肉桂卷 我吃过台北市在不下20家肉桂卷店 他目前排行榜第一名 第二名最多最多跟他并加齐驱 他是这个类别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 什么类别呢 他是非常粘稠的那种肉桂卷 你知道,有别于那种星巴克 大家应该喜欢吃肉桂卷 一定有吃过星巴克的那个肉桂卷 他就比较偏吐司面包的口感 然后只是上面有那个肉桂的糖浆 但是这间肉桂卷呢 他整颗就是非常粘稠 你一颗可以吃很久 你可以慢慢吃 他甜而不腻 而且他肉桂卷的味道超爆重 因为我太爱吃肉桂卷了 之前在,因为我在媒体夜工作 我之前还为此去找台北市 五间的肉桂卷名店来做盲测 但是这间肉桂卷呢 我必须前提先说 你必须要非常喜欢吃肉桂 你喜欢它这个味道 你才会喜欢它 因为它肉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所以你本身虽然敢吃肉桂卷 但是你很怕肉桂味道太重的话 像你如果吃星巴克 你就会嫌说很好吃 但是如果再重一点 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过头了 那这间店就会建议你不要尝试 因为它真的很heavy 这间店是我每次跟我朋友介绍 我都说它是一间很heavy口味的肉桂卷店 但是如果你喜欢肉桂卷 你一吃你绝对会赞不绝口 尤其我推荐你最好是在店内吃 因为它在店内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我在此要跟那个老板致个歉 因为老板每次端上桌 他都是乐腾腾 他真的是手工肉桂卷 它是你在点完之后 他就现场会做 立刻烤 立刻擀面团 立刻撒肉桂 你就看他现场在那边做给你看 所以他这是手工的 所以他的量没有那么大 他现场就看到一颗一颗 这样一整盘大概没有就是十几颗 所以你要排队一下 所以如果人比较多的状况 你可能就要排个一两个小时 都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他在疫情前 他其实那个店面非常的小 maybe就是八坪左右 那他的位子数大概就是十几个 家外面户外去也就是十几个的位子 那疫情过后呢 三级警戒过后 他们就把隔壁给租下来打通 所以现在多了maybe一倍的位子 大概二十几个位子 就是比较不用排队 但是因为他的人数还是一样 他的人员配置还是一样 所以他的量就是固定 只是说你要内用的话 就是比较容易有位子 不然之前就是要等超久 然后我必须跟大家坦诚 我吃到这间老板都认识我 我在疫情前 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去吃个至少一次 所以老板其实认识我 他们老板就是名副其实的twin brothers 就是双胞胎 然后其实我吃到这间老板就是记得我 真是记得我要喝什么饮料 然后后来疫情不是就是三级警戒吗 我觉得那阵子就非常的嘴残 就是吃不到 然后那时候他们还是有外送 还是有外带 但是我每次去就是不幸都吃不到 我觉得就是要现场在那边吃才够味 那我刚刚讲到一般就是 你要在现场吃的原因就是 老板他一定会跟你说 我建议你肉桂卷放两个肉再吃 那味道会比较合适 比较好吃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不要听老板的话 你要趁热吃 因为趁热吃真的非常好吃 那你可以两个就是 你要趁热吃的时候 你可以吃个一两口 然后再放凉 去比较一下口感 我个人推荐你 他端上来立马开始吃 不要放到凉 你会感受到那个浓郁的浓稠感 在你嘴巴里面化开 但他冷掉也是不难吃 这句比有风味 但是我觉得他热热的吃 更吃不得了 我目前我身边的朋友都被我介绍一轮 没有一个人吃完告诉我说 我觉得还好 会觉得很难吃 每个人吃完都是给我一个为之经验 觉得他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桂卷 这篇并不是合作 因为我根本没有不认识老板 老板只是记得我喜欢去吃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我真的是真心 掏心掏肺跟大家推荐 你看我会把它列为第一个推荐 就真的是我真心 私长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大家讲 因为我不想去的时候排队 他最近已经排得蛮严重的 只是说 就是你每次去 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第一次去 那如果你不喜欢排队 的话你就先去点 然后先去跟他 偶尔等你要几颗 然后先去精湛逛街 然后再回去吃 这样就比较不用排队 不然如果是贸然 就是前往 你可能就要等个一两个小时 才吃得到 尤其是假日 像我平日 前阵子我平日去吃 也是等了一下下才拿到 那如果是假日就更不用讲 绝对是一个小时起跳 所以如果你要去吃这间店 绝对要有 就是时间的打算 建议就是先去点 然后你可能就是 我的看你知道外带 还是尼亚内容 都先去点 然后再去拿 然后他的上班时间 就是营业时间 就是七点半到 晚上的七点 但我跟你说 如果你七点 你才去吃肉桂 你绝对吃不到 因为他做需要时间 所以他卖完就没了 所以建议说 最后一批 maybe就是五点 六点 我觉得已经可能就很难吃得到了 因为他可能五点多 最后一批 就外带的 就已经order好 他就做完就不会再 就是提供肉桂卷 所以建议就是 你要吃鸡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说 今天还有肉桂卷吗 然后或是先去问说 有 然后先订 然后去逛街 再回来吃 那一颗不便宜 就一颗110 但是我觉得 台北市平均 肉桂卷的价格差不多 就是100 便宜的话90 贵的话甚至 我还吃过120 130 那110 我觉得 以他们家的用料 真的非常扎实 我之前做了一个影片 那个盲测 大家吃到他就说 哇 虽然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口味 但是大家一吃到 他都会觉得说 这颗真的很贵 因为他那个粉 跟他那个糖浆 真的是没有在客气的大撒 而且他上面还有核桃 光是核桃的费用 就比一般的贵 我之后会介绍几家 就是肉桂卷 他有些还是没有核桃的 所以我觉得 他用料上面 就是非常的扎实 110 算是合理的价格 在此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Twin Brothers Cafe 双胞胎肉桂卷 而且他们家的饮料 其实不贵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去 你可以点一杯美食 或是无糖的饮料 喝 就 我觉得很 很match 但他们家的闲食啊 或是其他蛋糕也是不错 如果你去 真的不幸 当天肉桂卷 你就是玩瘦 或是要等两个小时 你不想等 我觉得你也可以吃吃看 他的巴斯克蛋糕 然后他的闲食 也是还可以 而且价格 我觉得饮料价格 非常的实惠 再次推荐给大家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 他的砍棒啊 或是他的实体 长什么样的照片的话呢 请到IG去搜寻 其实你应该 我会放在线洞 然后24小时过后呢 他就会被我放到 那个精神里面 有个漏桂卷的专区 你可以看到 有叫trimbras cafe 然后我也会放到地点 在那边tag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 也可以从那边去寻找 好了 这是关于说漏桂卷的部分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五个对的人提问 判断这个对象 是不是那个对的人 第一点就是呢 他是否愿意为了你 暂时忍受不适 什么意思叫做忍受不适呢 这个忍受不适 并非就是 身体上面的不舒服 会痛啊 或是会揍什么的 不是这个不适 而是情绪跟感受上的不舒服 意思就是 他可能本身是个 不喜欢社交人 或是他本身就不喜欢 跟人家hand out的人 但是 他愿意为了你 去陪你见家人 陪你见朋友 或是陪你去 如果你的工作 刚好是需要去公关互动 或是需要去社交场合的话 他愿意为了你 忍受这个短暂的社交 你知道 就是要social啊 或是可以去见朋友 他可能不是一个 那么喜欢跟别人聊天 但是因为你 他爱你 他喜欢你 他愿意为了你 做一点点忍受 或是举例来说 比方说 他不是一个喜欢逛街购物的人 或是他不喜欢追剧 或是看什么浪漫电影 或是女生的话 他可能不喜欢看漫威 但是他愿意为了你 他陪你去看 他不喜欢逛街 但是他为了你 他陪你去逛 因为他就是喜欢你 他不是因为他喜欢逛街 他是因为想要陪你 或是你知道 女生有些女生 想要去拍一些 网美店啊 咖啡店啊 或是一些景点 然后有些男生就觉得 这不是他的情趣 但是他因为你 他愿意做一些妥协 去忍受这个不是 这个不舒服 对他来说就是 啊 有点无聊 或是他不喜欢这种活动 但是他就是因为爱你 因为你喜欢 所以他暂时忍受 这个不舒服的环境 或是情境 或是活动 这就是呢 对的人 他会愿意为了你忍受 一点点不耐 跟不适 但这个不耐 不适 不会影响到他 让他整天心情不好 而是他会有一点点 不舒服 或是有一点点 就是不自在 但是这个还是他忍受 范围 他会愿意为了你 去做这个妥协 然后去参与一些 你喜欢做的活动 这是第一点 如果他是那个 对的人的话 他会愿意为了你 暂时去忍受 一点点不适 接下来第二关说 对的人提问呢 就是二 他是否愿意为了你 牺牲他部分的自由 为了喜欢的你 他会愿意去牺牲他 自己在单身时候 在做的事情 比方说 就是他假日 他可能以前就说 走就走 朋友约他说 你要不要去还到 好啊 就从一波 以前可能他的姐妹 他会约他说 你要不要出国 然后他们就说走就走 但是他会为了你 去牺牲他部分的自由 可能不能够像以前 这么洒脱 或是他以前 可能放假的时候 男生的话 可能都躲在家里 打电动一整天 然后叫UberE 就不出门 那女生可能是 在家追剧一整天 耍费 那更不用讲说 放那种长假 廉价 三天五天那种 以前的话 你单身你要 三五天就待在家里 哪里 足不出户 也没有问题 那现在你可能 就为了另一半 你就会想说 我要花点时间 在他身上 陪他出去玩啊 或是陪他去做一些 他喜欢的活动 或是一起去 创造一些回忆 比方参加一些 展览啊 讲座啊 或是看电影啊 就是有时候 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做事情 但是因为 你现在有另一半 你就会为了他 想说好吧 那我就出门去 而且重点是 你会因为他去 舍弃自己部分的自由 因为你以前 可能说走就走 或是在家耍费 也没关系 但是因为 你现在有另一半 你会为了喜欢的这个人 你会愿意去 做一点妥协 就是付出自己的自由 现在变得 比较没有那么自由 你得要陪陪他 或是你以前可能跟朋友 可以去喝醉 然后同宵 喝个两三天 都就熏熏 喝到怪也没关系 但是你现在会 重视你另一半 你会想多花点时间 在他身上 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 如果呢 他是那个对的人 他就会为了陪伴你 想尽办法 那时间就像乳狗一样 应急还是会有的 他甘愿拨自己 难得放假的时间 或是下班啊 或是各种 只要有空档的时间 他会又愿意 把这个自由的 空间跟时间 都献给你 做点小牺牲 就是为了 来成就彼此的关系 他如果愿意 做到这一点 就是牺牲部分的自由 那他就是那个对的人 第三个关系说 他是不是那个对的人呢 就是三 他是否愿意给对方 他期待的承诺 讲到这里 你想说承诺 是讲说稳定关系吗 还是结婚 我跟你说 每个人谈感情 重视的点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就是 他真的很需要 就是双方确认关系 来稳住自己的心 那或是甚至结婚 有些人的目标是这个 那有些人呢 他们在意的是那个 我就是要很多时间来陪我 我需要大量的相处时间 你是否可以常伴我左右 所以他没有办法忍受那种远距离 或是即便在同个城市 你不能够每天见我 他就会忍受不了 那有些人呢 他就会在意说长远发展性 就我刚刚讲的 结婚生子啊 你是不是有这个打算 跟这个规划 对他来说 这是一种承诺 那一段健康稳定的关系 需要双方呼应对方的需求 这个至关重要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定要 什么承诺都要做 而是说他要的承诺 你刚好给得起 那你要的承诺 他刚好付得出来 所以对的人 他会愿意给对方他期待的承诺 而不是自己期待的承诺 他不是说 我想要结婚 那我就是告诉你说 我可以答应你结婚 而是他会知道说 你想要什么 那我给你什么 前提哦 听好了 前提是发自内心 而不是被对方给逼迫 这点非常关键 举例来说 对方想要结婚 但是你给他这个承诺 是趋于 你知道他喜欢 但是你觉得他屈究 你是被写破的 所以你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我得要结婚 你才去跟他结婚 而是还是说 你是发自内心 因为你知道说 他有这个需求 你刚好觉得说 这个承诺 你给得起之外 你自己本身 也很想去答应这件事情 你跟他有这个期待 你对他是期待定下来 所以你才会愿意 给他这个结婚的打算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不仅是愿意给对方 期待承诺之余 是你本身也是 发自内心的想要这样做 那这就是对的人 再来第四个关于说 他是不是那个对的人的提问 就是四 他是否愿意 自发性的 给予安全感 讲到这一点 你想说我之前不是讲过 安全感终究是 自己才能够给自己吗 我跟你说 那个前提是对的 但是 有些基本的安全感 对方是给得起的 像是 生活的报备告知 就是他要去哪里 然后他可能不会突然就消失 他会让你知道说 他现在形成大概怎样 他人大概在哪里 然后他不会就是消失个两三天 再出现一次 这基本的告知 然后情侣的互信 他知道说你可能在意什么事情 然后他可以去呼应你这个在乎 亦或是他会自动回避一些暧昧对象 他会告诉你说 我跟其他人不是往那个方向前进的 我是跟你 我是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我不会跟其他人乱来 或是像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会相互的协助 这些东西就是一段健康的恋情 你能够自动给对方的一些安全感的基础 这些基础呢 它是一点一滴累积的 你可以不给他 但是你给他他会有相对的人会觉得说 他要得到一种被在乎的感觉 被重视的感觉 所以对的人 他是会自发性的去给予你需要的安全感 而且前提来咯 不是你要求来的 他是发自内心的重视你 所以他觉得说我希望你安心 所以我才会这样做 是本着他自己发自内心 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你误会 或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你讲 那我不想让你担心跟多虑 所以他告诉你 而不是反过来 女生因为不安全感做 所以说我要看你的手机 你要随时跟我报备 你现在给我拍一段影片 看你现在人在哪里 或是我要看你的定位 或是我觉得你是不是跟那个谁 有在干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如果没有做坏事 你现在打电话给他 你在我面前跟他当面对峙 这种就是求来的安全感 反过来我刚刚说的是 他自发性自己做到的 这样的安全感呢 才是对的人会做的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说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安你的心 而是他觉得这样做 他不想让你多虑 他是希望我们这段关系 是有努力在维系的 他是为了这段关系去做努力 而不是为了去削你你的不安全感 那这是第四点 现在第五关于说 对的人的提问 判断他是那个对的人吗 就是五 他是否会把你的情绪 跟你在意的事情放在心上 你知道刚开始从暧昧啊 刚开始认识啊 甚至到交往的过程中 两个人会大量的聊天啊 然后会聊心事啊 聊过去啊 聊你过往的恋情啊 聊你的价值观啊 这时候双方就会慢慢的去 啊 更认识这个人 更去理解这个人 然后慢慢走到生活中 你是不是可以去读懂他的情绪 你是不是把他挂念在心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判断说 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 因为对的人的作为 他绝对会去记得你的 举例 小智 饮食的喜好 相处的罩门 比方说他知道说 你就是一个 哦又洁癖的人 所以他跟你相处 他就会尽量避免 让你觉得感觉到不舒服 他会去牢记一些重要的行程规划 这样子如果他有开车之类的 他就知道说 哦你开车的时候 是一定要吃小饼干 或是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喝水 他就帮你准备好 就像这种东西 他就有把你放在心上 一个对的人 他绝对 就是他一定会去记得 你这个人的喜好 哪怕那个东西再假 举例最简单 威胁生命 比方说他知道说 你吃某一种坚果类食物 就是会发作过敏 那他一定会记得 那如果一个是 不是对的人 他没有那么在乎你 他根本不会去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过来说 如果你跟他说过 哦我这个人就是不吃鱼 那你讲过很多次 但是他之后 每次跟你吃饭的时候 他还是狂点鱼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哦那就是可能 他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所以关于这一点 其实也是个小小的判断依据 就是他可能会在意你的身体状况啊 关心你的工作啊 关心你这个人的喜好 他会去自动侦测 你这个人的情绪反应 然后在意你的生活大小事 如果有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真心爱你的表现 他如果今天只是一个 跟你玩玩而已 或是他就是打算 就是这个恋情 没有要维持很长 短短的 但他就不会花心思 去在意你所有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说 反正我们不久之后 就会分开 或是我只是跟你玩玩 我不用花这么多脑力 去记这些东西 而这一点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 因为对的人 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绝对会让你感觉 你永远是对的 那个对不是说 你说什么都是对 而是说他会让你感受说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个舒服的 是个自在的感受 而不是每次都争锋相对 每次都一直不停地狂挑剔你 那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情绪就会变得很大 我就会觉得 很像跟他在一起 永远都开心不起来 他一定会把那个气氛 营造得不错 让你至少跟他在一起 是你会期待的 你知道吗 然后甚至他会记得 你生活大小事 你的日常点点滴滴琐碎 你可能碎嘴句说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记在心里 下次要送给你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记得 你喜欢这个颜色 这就是把你放在心里 惦记 他就是那个对的人 好了 今天就分享了五点 关于说五道问题 来确认说他是不是那个对的人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关于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有任何合作邀约呢 都可以到咨询栏 那边有连结的信箱 可以写信给我 跟我做合作联系 那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呢 也欢迎去留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去看哦 好啦 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